大家好 我是王威 今天要與打疫苗 有一點點緊張 且走且散吧 GO 我現在要去恩祖公醫院 這次打疫苗是因為 接下來要開學了 然後我是老師 等於是先讓老師形成一個防護罩 從老師的部分去降低 學校可能有群聚感染的狀況 因為目前我們國內有的疫苗 都是未成年不能打的 就算之後BNT進來了之後 他也是好像記得是12歲以下也不能打 所以就去打吧 為了孩子們能夠回到學校好好上課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我們現在要先去報道 好一秒打完了 然後也坐在那邊做了15分鐘休息了 目前還沒有感覺 聽說年輕人的反應會很大 所以接下來的24小時 就是看我是不是年輕人了 剛剛很好笑的事情是 我跟他說我要打左臂 因為我是右撇子 所以疼痛的話不會影響到我的右手 可是打完我才想到我的左手爸爸手 因為抱小軒的關係 所以我不知道到時候如果真的開始痛的話 到底是爸爸手痛的痛呢 還是打疫苗的痛呢 沒關係就看到時候怎麼樣再說了 2小時後 我現在回到家 然後洗完澡吃完午餐 那目前還是沒有什麼感覺 也其實大概過了兩個半小時左右 我媽的過來人經驗 是跟我說 可能要等比如說睡一覺早上起來 才會比較有感覺 所以我決定趁我現在還清醒 或是我可以清醒的時候 不會痛苦的時候 趕快把禮拜四要上的 創意思辨的網課的教材寫好 這禮拜我想要教他們的事情就是拍片這件事 也許他們都不會用到 但如果有一天他們需要用到的時候 我希望他們可以用這個來參考 我覺得這個學習過程也是一種互相的 拍片到現在 其實自己也掌握了一些東西 然後也學了一些東西 但是其實我畢竟不是專業人士 所以很多東西 可能不是我的專業能力上面知道的 趁這次的機會就是把我知道的東西告訴他們 然後也透過查資料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也會學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教學這件事情很有趣的 好那我們就繼續寫我們的教材 然後有時間的話 把片剪一剪 把開學改那種東西也處理處理 總之就是看什麼時候不舒服 我們就把這件事聽下來 然後好好去休息 開始 好現在是 晚上的7點50分 距離我打完疫苗大概是 9個小時 然後目前的感覺是 頭有點暈 然後很想睡覺 肌肉有點痠痛 可是這個注射的位置還好 平常的大概這個時間 就是最近天氣很熱嘛 所以我們家會吹冷氣 那我一般 吹冷氣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溫度也調得相對高一點 比如說26度 25度26度左右 所以我大概也會 也是打赤膊 在吃飯 可是剛剛突然就開始感覺有點冷 現在開始穿這件 這件不是為了來拍這個 這個鏡頭 這個鏡頭 穿的 這真的剛剛突然覺得有點冷 剛剛兩聲還沒有發沙 所以 不知道 後續會怎麼樣 但是目前的是 我很想睡覺 所以我決定要去睡覺 那就 明天早上見吧 掰掰 今天是 打完疫苗的第二天 然後 昨天晚上 睡覺的時候 體驗到什麼 好像是味褸 酷 哇 我長這麼大 我從來沒有感受過 就是在冬 就是冬天以外 我從來沒有感受過 然後 晚上睡了大概 兩個多小時左右 然後 一開始熱 總是要醒過來 然後 我就去 上個廁所 喝個水 然後一量 三十八點四 然後 就一直持續燒到今天早上 然後那個 打燈會超痛 只要碰到超痛 然後 身上 就是 雞肉算是痛 然後 腿也很痛 後來我老婆幫我講說 還是吃一個 鵬哈 就好 吃完 還好多 就是 已經 沒有那麼痛 但是 就是 身體還是處於一個 很緊繃的狀態 然後 剛剛早上的時候 就是 一直忽冷忽冷 一直覺得 好熱 然後 要吹一種 吹到 一個程度的時候 會覺得好冷 然後 就趕快把臂肪蓋起來 然後 蓋一會兒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好適合 給我看 不知道大家看 哇 這個時間好累喔 現在就是 狀況是 感覺好多了 但是我現在還是不想起來 呵呵 啊 先躺著好了 然後 無樓偏逢林夜雨 超衰的 早上起來的時候 突然發現沒有水 因為 這樣那個 那個 吸水塔 真的好笑 就是我們以前 吸水塔的時候 都會 他們會貼告示 就是 無關我會貼告示 在電梯裡面 那 這次沒有貼 所以他們 好像不知道是 里長 還是誰 就是他們在那個 門口外面 就是 鐵門的外面 裡面做了一個 通告人 可以放兩張 A4級的公告 這樣 他們就把它放在那裡 可是就是 大家 只要是習慣性 上面 不會注意的地方 因為那個就是 之前 從做好到現在 他可能就是 放一些什麼 比如我們 裡面的一些公告 比如說 什麼 做快篩啊 我經常裡面有放 之前的 呃 里民代表大會啊 然後我們就 沒有注意到 他會 放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想像是 飯裡的巨集 誰知道 可能就是 起水台放 可能都沒有預期 所以沒有裝水 我想他們應該 很快就會 洗完了 所以 那水來了 我繼續說 會來看影片 如果狀況好一點的話 會剪片 好 就這樣嗎 我就休息一下 拜 好現在是 我們打完疫苗的 隔天晚上 現在是 大概六點 所以這樣我打過 多久了 三十一個小時左右了 然後目前的狀況就是 頭還是很暈 有發燒的感覺 但是 涼了其實沒有發燒 然後嘴巴裡面 有一個那種 生病的時候 嘴巴裡面會有一個 悶悶的感覺 那就是導致你 沒有什麼胃口 但是我目前的肚子好餓 所以 我就去吃飯吧 然後後續有什麼狀況 再繼續跟大家分享 嗨 今天是 8月20號了 然後距離我打疫苗 已經 3天 17號打了 目前基本上一些 比較嚴重的 副作用的症狀 都已經 差不多了 也沒有發燒 然後 比較 還有留下來的問題 我覺得的話是 那個 注射位置還是會痛 聽說好像要痛到 一個禮拜吧 另外是 頭會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頭會一直暈 是有那種暈車的感覺 所以會有一點點想吐的感覺 再觀察一下 more one day later 現在是 8月21號 禮拜六 打完疫苗到現在已經 已經 你要來嗎 你要來嗎 已經 4天 半 我覺得 頭暈的狀況還是一直持續有 然後 左手注射的那個位置 還是會有一點 就是碰到會痛 總之呢 這一次打完 AZ疫苗之後 大概就是從 第一天晚上開始 發燒 頭痛 噁心想吐 忽冷忽熱 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什麼叫胃肝 就是這麼熱 大熱天 有在胃肝 會冷 然後全身肌肉痠痛 頭痛 頭昏 然後晚上睡不著覺 呵呵 好像也沒有真的很嚴重 說實在話 其實我聽到有人 副作用更劇烈 所以我已經算是 蠻幸運的人 目前就是 持續觀察 因為他們是說 可能要 觀察個 大概一將近一個月左右 好那 總之這個 打疫苗的 體驗 就先到這邊 暫時告一段落 那最後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點喜歡 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訂閱以及 小藥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點喜歡 分享 還有更多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訂閱 以及 小鈴鐺喔 All the Vlog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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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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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